非常的有阳光的感觉 现在这个油酥应该就好了 我现在真的笑声很奇怪 我这最好第一口就能咬到一大块肉 我只是为了来买这个 你看还挺好看的 因为这边是放的它的花尿布的地方 超市里面的Nusa打折 三个五块钱 另外两个已经被吃掉了 还剩最后一个 我最喜欢的蜂蜜 看你喂 我的早餐做好啦 牛肉只有半个了 所以我给你用的牛肉 那我可不是更喜欢牛肉 太棒了吧 好丰盛的早餐 好香 我这两天买了新的床品 Bamboo应该叫什么 竹炭竹棉吗 然后再睡两天 然后再跟大家说感受是什么 刚泡了一个这个茶 Nato Tea 我是看那个 Briget Taylor 然后她推荐的 我买回来 我发现它上面写的是 Support Joint Comfort 就是对关节比较好的 但是我之前看她的视频的时候 她是说里面有非常丰富的 维他命A B C K 什么之类的 但是她就说每天喝一杯吧 就孕晚期了之后 我就想说喝一下 我现在准备来做一个 椒盐桃酥 好想吃 这是我找的一个贴子 昨天跟我妈视频 我还在跟她说 我好想吃文书院后面的那个 宫廷桃酥里面的椒盐酥 我不知道这个做出来会不会很像 然后找了好几个桃酥的配方 只有这个是椒盐的 反正就是里面会加花椒粉和盐 它现在这个油酥应该就好了 然后我给它捏成一小团 烤好出炉 现在家里面好香 等它凉一凉 然后待会我来尝一个 还有点像那个感觉 它这个配方的糖挺少的 然后有一点甜甜咸咸的味道 天呐 我拿个绳装一下 放起来明天吃啦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今天周五我已经视频搞定了 现在三点半 我决定要出去 确实就有一趟 我现在真的笑声 很奇怪我自己觉得 有个鸟在我们家的那个 看到它吗 在那里喝水 OK 家里面有香蕉 很多东西没有了 然后面包也没有了 我本来想说再做一个 但是我现在的懒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肚子 现在看看 然后真的是每天解锁一个新技能 我今天早上起来 我感觉我的尾椎骨还有那个叫齿骨嘛 是就是孕妇会痛的那个骨头 开始有点痛了 然后我今天又在家里面做了一天解释品 所以我准备要出去走一走 怎么有个芋头的味道 你吃的土豆还是吃的 芋头 土豆 嗯 但是它味道太香了 真的吗 它的那个质感也蛮像芋头的 哈哈哈哈 好好吃啊 很入味 这个有点淡 菜菜 没做那么咸 那个肉不正好发酵 嗯嗯 那个土豆太变了 我今天剪好了视频 编辑了视频 完成了工作 去了Trader Joe 买了菜 做了晚饭 I'm done I'm ready to relax 周末我不行了 带你星期天 马上班了 太舒服了 小高姐肯定听到了我的心声 昨天我跟着他做了那个汤种面包 我们家没有高筋面粉 bread flour 我只有一半 剩下的用了就普通的那种 应该算中筋 或者是这边叫all purpose flour 可是还可以的 没有它发的那么厉害 嗯 好吃 今天我来采一点花回去 全部都含苞带放 剪玫瑰花 我之前也从别人来学到的 就是玫瑰花 它会下面有这种 三个叶子的 跟五个叶子的 它若是五个叶子的那一种 它从这里剪掉以后 它就会从五个叶子这个方向 再往外生长新的质养 但如果你剪玫瑰从这里剪的话 它三个这里以后是不会生新养的 所以都是找 一直往下看 看到第五个 然后再剪它 看来那么多 哇 不去撒花 我踩了好多 哇 你看 还挺好看的 我昨天正好买了这个coconut milk 然后就收到了就是超级甜的芒果 家里也有一个西柚 所以今天准备来做一个羊枝干露 那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别忘了 今天周末 然后他又来我们家玩 然后他给我带了那个龙虾卷 然后我说我给他做一个深椰拿铁 我跟你说我原来做过的 你知道现在瑞幸不是和椰树联名吗 我知道我知道 但我那个时候就是做的椰树的 很好喝 我有个配方 给你试一下 你有个配方 对的 但是我又觉得 那你去哪儿做啊 可以试 你要不要不如先做一个 给我个地址 然后帮我问一下 好 那我们一起去呗 我们可以一起去 然后花季尼笔 乖 我尝一下 你一会想哺我 它没有问题 味道还可以 然后但是它里面有那个恶心的沉淀 怎么回事不给力 没关系可以 我昨天才买的 好久没有吃过了 这个黄油 我知道 它全部淋上去了 好像是有原因的是不是 但我觉得一定要浇浪器才好吃 要全部浇吗 我以为它是过蘸的 不是 我刚才看到的 就惊呆了 全部浇才会有满满的 黄油 先吃个薯条 我每次吃这些的时候都会先吃薯条 先吃两盒薯条 我就是 我就是最好第一口就能咬到一大块肉 真的假的 我们现在在做 Long Turn 它叫做 Non Stress Test 它就是好像要看它的那个 有没有在公缩 公缩和心跳的一个correlation 它是这里是很正常的移动 它是要看到一种像彩虹一样的一个形状 在下面这里 就是它在公缩 非常的有阳光的感觉 我在吃午饭了 煮了几个饺子 然后在里面给自己强心 煮了很多的青菜 先吃青菜 然后再吃主食 今天拍了一个视频 是我一直还蛮想拍的一个 就是坐下来跟大家聊 孕期 身体变化的一个视频 我今天终于拍了 这是为什么我今天化妆 我这里有一杯西梅汁 我现在正在炖我的牛腩 今天晚上做了一个番茄牛腩 一般我做这种就是需要时间比较久的菜 比如说炖排骨 或者炖这种牛肉的时候 我会下午可能三点过 开始把它们炖上 这也是在家工作的好处之一 然后就时间比较灵活 我就会先花点时间 先把它炖上 炖的时候 我再过来继续工作 这样就是下午晚上要吃晚饭的时候 就炖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准备先给它炖一个小时 然后待会再加土豆进去 就搞定了 这是在村子庄里面买到的 有机什么胡萝卜 那天还曾跟迪伦说 真的是我们吃到小时候的那种 非常有胡萝卜味道的胡萝卜了 然后它是那种彩色的 这个是有点紫色的 然后这个是黄黄的那种 准备先把这个胡萝卜先给它炖软了 然后最后再放入土豆 等迪伦回来吧 他今天说他刚才说 他可能要再晚一点 所以这个肉已经炖了两个多小时了 超级的软 今天的番茄牛腩 需要好吃 真的吗 嗯 软了肯定胖 因为我今天炖了很久 他今天比较忙 所以回来晚了 炒了一个青菜 我主要要多吃点菜 然后旁边还有两个昨天剩的 啊吃饭 你最近在不知道在哪里去的 用别人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叫什么 哎我昨天没有拍对不对 这个是Tradio买的那个黑森林 bacon 然后他可以拿来就是 那天我先炒了一个什么 我都忘了 花椰菜是不是 哦对对对 先让他炒了一个那种花椰菜 然后昨天跟辣肉一模一样 炒了个蒜苗 它稍微有点咸 大家做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不过还挺好吃的 很香 回锅了 我吃玉米喜欢一排一排 一颗一颗的啃干净 最后一排了 我衣服现在超级脏 见早上喝咖啡滴的 哇 他们非常酷 我不知道 他认为我们可以 今天的穿搭出门去买菜 镜子好脏 DEMVD E D TEMPTED I was tempted TEMPTED by your smile I was tempted 我突然想起有两个我很想买的TREGEO的零食 所以我整个再过来 来买一下再回去 我先洗手 我只是为了来买这个 上次我来逛吃 就是看到这个 但是我没买 然后回去之后就经常想 它写的是 Ossie style 应该就是澳大利亚的 他们说很像 澳大利亚很有名的那个饼干 叫TEMPTEM 我记得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买来吃过的 很喜欢吃 所以巧克力饼干 它里面是这种扎心微化 我其实有点忘记 原来我吃那个是什么味道 但这个好甜 有一点点过甜 我记得就是它那个饼干 好像是可以 就配牛奶啊 或者配咖啡啊 然后你也可以蘸一蘸那样的吃 可能需要配一个苦一点的咖啡吧 我喜欢吃的一个 松露味的薯片 还有它前段时间出的 我觉得是像松露味的奇多 但是它们两个都可能偏咸一点 今天还买了这个 也是新品 UBE pretzel 它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 这个我喜欢 它也是比较甜的 就是有那种香芋的香味在里面 我准备做一点那个西梅小番茄 我之前看到的时候都觉得 没有很感兴趣 但是那天我就特别想吃 然后家里有点小番茄 但我没有西梅 我用的化梅 我都觉得蛮好吃的 所以今天买了一包西梅 回来尝试看看 是不是真的很绝 我来尝试一下 我今天买的这个小番茄 它稍微没有那么甜 有点酸 那个西梅的甜度就刚刚好 嗯 好吃 就在喝我的 伤口味 蛋摩时间 麻烦 麻烦 哈喽 大家今天是周末 我现在是35周多了 今天准备来做一点和小孩子准备相关的事情 我今天准备把这些东西给它洗一洗 好多这里有衣服啊 然后口水精啊什么的 这里面有我买的东西 然后也有很多是朋友送的啊 我觉得小花椒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幸福 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爱它 然后这些衣服呢 我其实一直想要等到可能快生之前 然后再来洗 但是呢 因为它们堆在这儿实在是太多了 有点影响我 就是要收拾准备的一些进度 突然刚才坐在那儿突发奇想 我想说把它们都洗一洗吧 然后可以给它们分类 归纳 整理一下 你看 我觉得这一看 就是一个没有经验的爸爸安装的东西 他给它放在这儿 那不是怼在脸上吗 然后我经常呢 就是在视频里面会开一些敌人的玩笑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直男 然后也不能说直男吧 就它们搞笑一个事情 然后就觉得蛮好玩的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觉得我在抱怨它 或者怎么样的 我只是觉得它很好笑 不要呢 很多我都已经剪掉了 我应该分成浅色 像这个稍微颜色深一点的 就单独分开洗吧 好可爱啊 这个是应该是念per 这个牌子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它们的衣服都是也蛮可爱的 很多这种小动物图案的 我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小朋友的衣服品牌 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啊 Congus 它们那个牌子的 但说实话 我觉得它们可能不太适合小朋友 因为它们就是这种扣扣子的 其实很麻烦 我觉得最舒服的小孩子可能会最喜欢的 是这个 开baby的 它是那种竹棉材质的 就是摸起来是最软 最舒服的 两头的这种拉链的 我看很多人都说 这种拉链的 会是以后用起来最方便的 我现在暂时只买了三件 然后之后如果需要的话再买 还有一个是这个 叫做Magnetic Me 这个牌子 我也是看很多人推荐 因为它们的这个小孩子衣服的扣子 是这种吸铁石的 你看 就是会扣起来非常方便 大家都说你就是晚上起来的时候 就知道有多么的困难 然后还有这个 Marmar 这个牌子的也很可爱 我只是浅浅的尝试了一两件这样 因为很多小朋友的衣服的牌子 都很可爱嘛 我就是都买了一点 想说试试看哪一个比较可爱这样 或者哪一个穿起来比较方便 然后之后再买 看这种一套的小衣服 好可爱 这个还没剪标志 等一下来剪 这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给我推荐的 是叫做Petite 这个牌子应该是法国的吧 上面应该都是法文 就是蛮可爱的 我朋友说他的小孩 就是到现在为止 都穿的很多那种内衣啊 打底衫 都是他们牌子的 还有这些 你看好可爱 这种动物的小帽子 都非常的乖 这是Love to Dream 最小号的 可能穿不了两天吧 然后还有Halo的这个swaddle 我感觉可能这个会好一点 因为它是拉链 Vulcro的 哇 这个真的很响 我觉得一拉 小朋友就会醒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一个 口水晶 Copper Pearl 我觉得它超级舒服 前面是这种棉的嘛 然后后面是这种有点 绒绒的质感的 它整个质感非常好 比较厚实 是那种两层的 然后它有很多的图案 然后这些是 All Navy的 就是说他们 All Navy这个是最实惠 是这种拉链的 然后Foodie 就是下面带脚的 然后手这里呢 还有这个 就是可以把手这样 裹回来的一个连体衫 所以上次我去店里面买了一些 然后它的图案呢 也就是蛮可爱的 你看这个小胡萝卜 牛油果 这种小怪兽啊 我还买了一些简单的条纹 这件冰淇淋的 是不是也很可爱 我感觉他们家的包巾 和床上用品特别的火 可能有一半多都是朋友送的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我好像准备了 好的东西什么的 就是真的都是 大家太爱它了 给它买了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Ok 我准备把这些小的什么 像这种头上带的 放这种小袋子里 还有小的袜子 我其实没有什么袜子 但是有那种小的 像这种小帽子啊 然后这种小的头巾 放在这个里面 免得到时候洗丢了 这东西太小一件了 好像这种小的 放在这个里面洗 不要太贵哦 真的太贵了 我都洗了冷水 你说这种用不用洗啊 我在想 应该要吧 它会那个咬是不是 哇 这个方法是不是需要呢 对 把它放进去 Is ladybug a good bug on the website myallgreen.com they say ladybugs also known as ladybeetles or ladybird beetles live outdoors and are completely harmless 因为我小时候都喜欢 它们长得很漂亮嘛 但是它们好像不是异虫 七星瓢虫 它会吃那个牙虫 那个才是海虫 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去那种 那种花园里面买 七星瓢虫放家里面 因为刚才我们在 那个菜里面发现了一个瓢虫 间中午吃一个超手 现在洗点这个菜 好多东西 像是我了 还有一个那种香菜 独特的味道 然后红油 不够辣这个辣椒 是吗 不是 今天已经是周天了 昨天在家里面又洗了好多东西 包括床单啊 然后窗帘啊什么的 所以等我到后来洗完 小朋友的衣服已经晚上了 因为我看到好多 都不能够进烘干机的 要不然这是那种tumbo dry 然后low heat 然后结果我转了几圈 几十分钟之后 发现它们都没怎么干 所以昨天晚上就给它们拿出来 全部晾在这儿了 好多好多衣服 真的是 然后现在呢 我准备给它们收一下 然后没有干的呢 我可能让它稍微再干一点 然后去叠一下衣服 我现在准备来收拾一下这个抽屉 这个柜子呢 已经全部准备拿来 就是给小朋友用了 因为这边是放的 它的换尿布的地方 所以我就直接在这边第一格 下面全是放的 尿布所需要的东西 这全是尿布 我选的是这个cordery这个牌子 然后这个是newborn的 它是那种订阅制的 所以我现在收到了 第一批的newborn和一号的 之后可能会根据它的大小 然后再换 我就放在这儿了 然后这边下面全是那个water wipes 然后这里呢 可能是换尿布会用到的一些小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擦 PP霜的 然后一些PP霜 这后面放的就是买东西啊 或者是那种registry送的尿布 然后我就先放在这儿吧 我今天还在跟我朋友讲 我说我发现 凡是生过小孩的妈妈 她们送的衣服全是差不多 9个月 或者9到12个月 凡至少都是6个月 基本上9个月开始送 然后只有像我这种新手妈妈 可能会准备一些 newborn啊 就小小一件的衣服 可能她们知道 小朋友其实根本穿不了多久 那种特别特别小size的吧 我可以帮我看你们看 做得好吗 对 我呢 我的天啊 还要说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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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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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我们要把番茄 从中间切开 这样我们能看到它们中间的籽 会让更有食欲一点 这就是打开里面的冷面 它刚开始会缠在一起 所以模样用手把它们搬开 我们要把它们放进水里面稍微煮一下 大概就是要一个 一分两分钟就好了 接下来呢就是里面的汤汁了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精华 把灵魂滴入汤汁 再把这个煮好的冷面放进凉水里面 进行冲洗 加入冰块 降温 长波症的人再洗三遍 过水的凉面捞出来 放入汤汁中加入小番茄 加入黄瓜条 加入蛋白质 然后再加入我们自己家中的香菜 最后给迪伦加入很好吃的糖心鸡蛋 美味的凉面就做好了 这两个大傻子还是不知道麦克风没有开 我来给大家先表演吃一口凉面吧 吹一吹 嗯 绝了 再来块肉 嗯 嗯点头不错 每一样小菜都要先吃一口 然后才能吃其他的东西 泡菜加黄瓜丝还有冷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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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6秒 嗯 好吃 嗯 嗯 刚刚去做完那个胎心肩护回来 然后现在是每周要去做两次 我明天还有一个就是我正常的OB的appointment 所以我现在一周都要去看三次医生 然后刚才呢我在手机上查 我想说那个hospital bag 就是那个代产包 要在大概多少周的时候准备好 结果看就是下面写的是 32到35周就要准备好了 有的人可能会提前发动啊什么的 现在已经35周加几天了 我完全还没有搞 虽然我大概知道我要做什么 因为之前我的医院有给我发一个那个清单 然后呢我也有就是做一些笔记 看了很多视频 就大概我都知道我要带什么 但是我一个东西都还没有收 所以我准备这一周一定要把这个代产包hospital bag 准备好 虽然现在还在4月份 我的预产期是下个月的月底 但是感觉就是过了37周以后 好像随时可以发动 最近这两天有点紧张 不过很好 我觉得就是有好多事情可以忙起来了 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就搞来搞去的 所以我觉得有事情要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虽然到运晚期了嘛 还是要尽量的平时多运动活动啊什么的 就是我也不希望我每天就躺在那里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呢 我还是想自己可以多动一动 因为我想说生了小孩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要躺平休息 然后迪伦最近这个时间呢 因为他到时候我生小孩的时候他会请假 所以他最近也在疯狂的上班 然后周末啊他能去加班 他都完全就是狂去上班那种的 然后想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做的一个指甲 我把就是指甲剪短了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本来想做一个比较米色的 这个镜头里面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灰 然后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戒指是Majurie 然后在Majurie里面挑的 因为一直还蛮喜欢他们这个系列 我之前有一个他们这样的耳环 然后我还选了一条这个细细的手链 因为我左边手上有好几条嘛 然后我右边的手上就只有那一条 我就觉得他有点孤单 所以就配了一个字母跟他配 我脸真的好红啊 今天就是又是很像夏天的一天 天气很热 又在上课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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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